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ersay will now launch a nationwide birthday convoy on 1st of October this Saturday which will culminate towards Bersay 5 rally on Saturday 19 November of this year 而在大集会来临之前 近省们将会从10月起在全国246个地点举行肇事活动 而他们将会评估肇事活动的反应后再规划吉隆坡大集会的方式 玛利亚成强调 这一次的集会方式肯定和过去四场有所不同 此外 玛利亚成也强调 这场大集会的五大诉求 包括了干净选址 干净政府 强化议会民族 拥有异议意见权利 以及强化沙巴及沙拉越 至于出席的嘉宾 玛利亚成就说 和过往一样 他们将会邀请所有的政党出席 包括前首相敦马哈迪的新政党 另外 他也表示 并不担心集会反映不理想等问题 因为改革不会马上达成 所以斗争才必须持续 房地部长诺奥马早前建议由发展商提供放贷 给购物者引起争议 诺奥马昨天回应将会把这一项课题带到内阁讨论 根据新搜日报的独家报道 内阁今天在讨论后依旧亮清灯 同意执行这一项政策 不过内阁目前已经针对这一项计划做出局部的修改 包括下调贷款的利息 房效类似提供微型贷款 或者是个人贷款的利率 利息会介于7%至8%或者是更低 至于确切的发展商的房贷利率 政府则为下定论 此外 内阁也指示 房屋部制定一套管制的机制 以避免发展商和购物者滥用贷款的计划 从事其他的活动 这里也跟您预告 今晚的百个大家讲 我们将会讨论发展商放贷的课题 今晚10点 尽请留守我们的直播节目 早前马哈迪阿安华这一对政治宿敌 在事隔18年后上演世纪最后 引起全国的关注 尤其是他们接下来会不会和解 并且联手与纳吉对汉等 针对此事 安华的恶女儿努如努哈受访时表示 敦马想和公正党领袖成立任何联盟之前 必须先公开向父亲道歉 以及承认过去对安华做出莫须有的积奸和贪污的指控 他说虽然道歉已经于事无补 但至少可以缓解家里经历的艰辛过程 让他们变得更坚强 他也说他认同父亲的观点 那就是原谅 但不遗忘 无论如何 他与家人都会尊重安华所做出的任何决定 新闻的最后跟您分享 从今以后你可以在牛津英语词典中 找到Iyo 郭比调等等富有大马特色的词汇 今年9月推出的新版本牛津英语词典将会纳入多个大马式英文词汇 除了刚刚所列出的 其他的还包括了Rendang 阿贝和安卜等 这是继早前的Lebar 戴达瑞后再次由大马式英文词汇被纳入 此外新版本的词典也纳入了一些中华地区的流行词汇 例如对孩子非常严格 俗称虎妈 也直接翻译成 Digemater收录其中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